新北市五谷区每周四傍晚下班时间刚过 陆陆续续就有人到中意夜间环保点报到 做分类回收 用行动力展现爱地球的决心 回收物全是来自附近住户 随着时间接近晚上七点 环保车一辆接着一辆回来 东西卸下环保职工立刻蜂拥而上 几天前才刚出小车祸带着脚伤 志工菜美爱珠依然离不开环保 加入慈济环保四年多 三年前在家人支持下 更提供住家盘空地作为夜间环保点 本来这里是做工厂加工的 后来我们退休了 这个地方也是空着 会这么投入 因为自己也曾受到慈济人 默默付出的身影所感动 他本来在大楼那边坐 我孙子就在住在大楼 楼上 我每天都要带我孙子回家 我从旁边经过都看到 他们在这房间真的不错 那我就心里有一个想法 那我也要投入一下 坐得汗如雨下也感知如意 两年前这位保养厂老板 也是受到感动的路人之一 却因为忙着赚钱 直到最近才终于想通 那现在也是一样很忙 我想说要等到真的有空 不想要等他什么时候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以身作折 我们先来做 然后可以有时候可能会感动 我们坐着旁边的人 那也鼓励他们 也可以来参与我们 不到一个小时 三四台货车的量 很快就分类完毕 小小饭包店不止守护的大地 也串联出一颗颗饱满的爱心 大爱新闻小事节梁家明 台北报导